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我是课金玩家嘛 还有番外 番外是什么 不知道 你先看看通道 通道 全属性通道 快捷通道 章节结局 结局通道 有这么多结局了 存个档 然后咱们那个月华结局 咱们刚才打出来的应该是月华结局 我们看一下龙蝇的 龙蝇的好结局是什么 一双手安抚的又在你肩上 你心如刀脚 男孩中似乎却猛然抓住了什么 急忙回头道 石霄 我没有全屏 稍等 石霄 那眼库山之时 你要找的可是能帮我还魂之物 石霄威征 傅儿说道 确实有 确实有一物 但是 那是只上古传说 那只是上古传说 你急忙抓住他手臂 燃起一丝希望 不管是什么 只要有一丝希望 我都要试上一试 石霄只好威尾的 燃空山 上古传说 在 陷空山 怎么变陷空山了 好吧 陷空山 陷空山深处有一物 名叫九天玄冰关 有人肉白骨 起死回生之效 若是死去三日之内 放入其中 百年之后 即可起死回生 风雪刺骨 你在陷空山 努力的辨别方向 石霄也率魔族 与你一起寻找 人争两日不眠不休 却一无所获 这冰雪苍茫 无情残酷 还有最后一日 你争争看向那 空旷的雪山 聊天 难道你真的如此无情 百年后 滑炮男子沉声道 你真的要走吗 也是时候 回月见谷了 那你才是我的家 你喊笑道 石霄默然无声 这次没想到 佛祖竟会出手 真是功亏一快 不过 一抹尊之雄才 想必未来一统天界 还未可知 百年前那一阵 你听说 那日你失去意识以后 石霄找出了 被四皇 灌在殿中的柳儿 欲赠碎整个九华殿 最后 佛祖精出面 阻止了他 佛祖更将四皇 收回了天华竹中 原来百年前 他迫害人间 无数生灵 勾结邪魔 炼成灵魂丹 才被贬下凡 而后 他更变本加厉 更使人间 惊魂来修灵 用邪魔之术 重新登陷 自作孽 不可活 他终被锁入灯中 再也不得化成人形 石霄微叹一声 吴已经不再痴迷霸业 风铃 你真的不做 你摇了摇头 摩珍 珍重 还有刘儿 劳烦你照顾他 他虽然 与你相伴已久 可是 却已是你 不愿再回乡起的往下 你这样就把刘儿扔了 你可知道刘儿是月华吗 这个结局 就是 就是如果说 玩其他结局的话 你永远都不会知道 刘儿就是月华 你就这样把月华给 把月华给了 魔尊 Oh No 回到人间 经过陷空山 见到此景 你不有 若有所思 百年前自己寻遍整个陷空山 都没有找到那所谓的 九天玄冰观 天心人测 天命更难改 你长叹一声 飞身离开 突然 耳边一阵龙吟 一条赤龙穿出天际 姐姐不是说好 叫我一起走 竟然一个人偷溜 赤龙 长笑一声 飞速盘旋到你身边 你不由阳唇 我刚走到这里 便喊了你一声 顿时那赤龙 眨了眨圆圆的眼睛 我怎么没听见 这龙耳朵可真不好使 我什么时候才能化成人形啊 还有一个人住这里 我要和姐姐一起睡 你长大了 会把 会把床压塌的 你冷冷到 顿时 那赤色长龙 委屈的呜呜叫 你吟吟一笑 想起百年前 自己寻 寻遍不惑 最后 愤然 挥手劈开了 星空山 连那底下的冰壶 都被你分开两半 被你发现了 那底下原来别有洞天 在冰 在冰壶之地 你发现了那千年选命关 你抓住了最后一棵稻草 将龙耳放入其中 在极阴寒的冰壶中 你守候 你一守候便是百年 在睁开眼时 便看见一双 寒情默默的龙眼了 谁叫你的时候吓我 在你化成人形前 你都不能 啊 哦 你们两个是什么时候这样了 在你化成人形前 你都不能娶我 姐姐 我不是故意的呜呜呜 姐姐 等等我 你们一人一龙 彼此相依 黄泉碧落 生死相依 好 这是其中一个结局 你再看一个结局啊 读一下档 看下吃 哦 点错了 看下吃消的结局 好了 我跟你说 我觉得最好的是 月华的结局 百年后 你独自一人 站在现空山上 望着天空蒸蒸出神 突然身边一只小手 拉了拉你 娘 哇靠 稍等稍等 娘 你在看什么 哇塞 你都当娘了 粉嫩可爱的小女孩 奶生奶气的问道 你笑了笑抱起她 你怎么跑来了 娘在看着天上的云 怎么飘得这样快 小女孩咯咯笑了笑 娘 你是不是和爹吵架了呀 你顿时 苦笑不得 谁告诉你的 你都不让爹进房间睡觉 我天哪 你面色一虎 摸了摸她的鼻子 小魔精 你怎么知道的 昨晚是不是装睡的 念印什么都知道哦 我还知道 你们吵架 是因为爹 想给念印 添个弟弟妹妹 可是娘不让 这小皮孩 你就是拍了拍她的头 哎呀痛 娘坏 小女孩顿时呜呜哭了起来 你急忙抱住她哄了哄 却无济于事 那粉嫩可爱的脸 哭成了花猫 很是委屈 像个受欺负的孩子 你突然有些出神 微微地俯着她的脸 你是龙印吗 小女孩见你久久无声 反而不哭了 摸了摸你的脸 娘 你怎么了 谁是龙印呀 没什么 乖念印 龙印是一个对娘 很重要的人 但是 她已经去了 很远的地方了 哦 娘 你不用担心 娘娘记挂的人 肯定会好好的 你摸了摸她的头 天边突然一道青光 青烟过后 猙獰巨兽出现在 出现身形 现出身形 身上躲着一个 伟岸的男子 看着你们 急急走下身 念儿怎么哭了 你自知李亏 急忙将孩子抱给她 爷 娘坏 赤萧摸了摸她的头 看了你一眼 你心虚地转过头 赤萧安慰道 好了好了 是爹不好 也不该惹你娘生气 你回头看赤萧 相视一笑 走吧 我们回去吧 嗯 念印在赤萧怀里 哪声哪声的印下 你走上前去 赤萧顿时握住你的手 再死不要再一个人出来了 吴会担心 你脸色一红 点了点头 赤萧微微一笑 别忘了 你是吴的魔后 是让吴唯一一个 立下永生气的人 你争了争 想起那时 他终于让你走出悲伤 并在你面前 用魔族最深刻的 气承诺 我赤萧 愿以永生为气 与风铃生生世世 永不分离 用吴的一切去爱他 护他 让他岁月安稳 百事无忧 吴会一直守着你 终会等到 你真的爱上吴的那一天 原来这杀青心理 是这般讲的呀 看来还真是生气了 明明 都是 一介至尊 还这么像个孩子 魔尊 魔戒至尊 法力通天 可却总猜不到 我的心意呀 驴儿 若我不爱你 怎会嫁给你 本子从来都是 分得清 谁是愧疚 对谁 对谁是愧疚 对谁却是 欲罢不能爱 石萧 深邃 俊荣 顿时争住 驴儿 石萧 眼露笑意 终于紧紧抱住了你 你轻轻已在她 宽阔尖头 盈盈一笑 扬起千斑浅全 如花似梦 更加人心醉 有你和念印在我身边 有你和念印在我身边 便是这世间 最美好的一切了 这是一个结局 最后一个结局 是一个最坏的结局 就是念印的最坏结局 你迷惑地看着眼前 回过头 蓝色的鹦鹉在你肩膀 赤萧竟然靠在你的床边 深邃傲然的面容 却有些疲惫苍白 关心赤萧 关心刘儿 我们关心谁啊 我们关心谁 关心刘儿 刘儿可是月华呢 虽然这个时候 其实咱们肯定是 不知道她是月华 我还是关心她 蓝色的 赤萧察觉声响 睁开双眸 满是惊喜 丑花 你真的醒了 你被蓝色紧紧抱住 浑身无力 也挣脱不开 我 我没死 那一剑 刺得那样深 那样努力 就是这个时候 已经是咱们上天 然后月华君捅了那一剑 但是月华没有想起来 月华没有想起来 她是那个月华 就是就是这个鸟 她的之前是因为这个鸟死了 然后死了之后 月华里面的灵魂自然的就出来 回到了月华本来的身体上 这个结局应该是这个刘儿没有死 刘儿被救出来了 应该是 我怎么可能没有死 石肖抱着你的身体 争了争 你 确实死了 但是 石肖欲言又止 你突然有股不安的预感 为何如此安静 这里是魔剑 那么 那条碾人的龙呢 我明白了 就是如果说 如果是好结局 就是之前那样 然后是佛祖把咱们给救了 坏结局呢 就是咱们被白月华捅了一剑之后 咱们咱们要死了 也没有佛祖救咱们 是龙印救了咱们 所以之前的那些结局都是 都是龙印死了 我们 我们之后就算跟魔尊在一起 生了一个孩子叫 叫念印 也是纪念那个龙印的 或者说之前是龙印死了 咱们找那个冰关 让龙印复活 对吧 这个就是龙印的那个坏结局 就是龙印最后也没有复活 龙印呢 石肖文言 无声地松开你 你顿时脸色一白 支持着 站起身来 柳儿惊飞起来 石肖连忙扶起你 你用力推开她 却毫无作用 你睁睁地看着她 嘶哑地喊道 龙印呢 她怎么不来看我 她在哪 石肖张了张嘴 傅儿沉声道 我带你去找她 文言松了一口气 石肖面色更沉 颤扶着你走出房间 原来她就在旁边的房间里 你神色微松地推开门 可是 你却看见 那个生龙活虎的龙印 憔悴不甘地 放在床榻上 闭着双眸 你心中意紧 急忙走近 龙印 龙印 这是怎么回事 它怎么会变成这样 它为了救你 把原神龙珠吐了出来 化作你的生命之源 它已经 时日无多了 什么 你浑身大震 颤抖着 摊下身体 你缓缓抚笑她的脸颊 你怎么能这样 你怎么能 冰冷的润 冰冷的眼泪 落在她的脸颊 龙印缓缓睁开眼 虚弱地笑了笑 姐姐 我怎么一睁开眼 就看到你在哭 你这样 我会难过的 龙印缓缓擦去你的泪 你勉强止住自己的眼泪 握紧她的手 水笑微微垂下眸子 我生的退了出去 你怎么这么傻 为什么要用你的命救我 你已经帮了我一次 完了我的恩了 我马上把龙珠还给你 你不要死 姐姐 已经没用了 我想保护姐姐 从来没有人保护过我 是姐姐让我尝到了这种滋味 你忍不住扯下眼帘 泪水无声地落下 而且 姐姐是我见过 长得最美的女子 我一见你 别想着以后 一定要娶你为妻 我有怎么忍心看着你死 龙印风流一笑 俊朗如初 我知道 我在姐姐心里的位置很小 但是 我 我说过 终有一天 我也能保护你 别说了 以后再说 你要好好休息 你见她咳嗽 急忙心痛地说道 姐姐 让我说完吧 让她说完 那意思就是 她觉得她自己 再不说 就没有机会说了 姐姐 你知道 我为什么叫你姐姐吗 你想了想 因为我比你大 龙印笑了笑 我是我父王 最小的龙子 但是我母亲 一直不得宠 欲于儿中后 便更无人 爱我 护我 我只有五个哥哥 尤其是大皇兄 总是欺 欺负我 欺凌我 总是欺凌我 父王偏爱他 因为他是嫡长子 还被立了龙太子 我初时 总想着 为什么我不是父王 唯一的孩子 后来我想 我为什么 没有一个姐姐呢 如果我有一个姐姐 该多好 所以 你把我当成姐姐 你忍着心疼说道 龙印变了变头 遇到你以后 我便觉得 你就是我的姐姐 可是我又想娶你 又想让你 做我的姐姐 我为难得要死 别说死 欺贴说道 我做你的姐姐 我嫁给你 好不好 龙印为言 争了着 富而兴起的 看向你 真的吗 姐姐 我好高兴啊 可是 我已经 不能娶你了 你真是泣不成声 姐姐 别哭 我不能娶姐姐 但是 来世 我想做姐姐的孩子 你为言争了着 姐姐答应我 好不好 以后只生一个孩子 这样 只等他一个 把他放在心尖键上 你飞快地点了点头 那可真好啊 如果我能做姐姐的孩子 一定很幸福 龙印唯唯一笑 你不由也对他微笑 察觉你握 却察觉你紧紧握住的手 松开了 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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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印死了 好难过 你轴轴扶起他的脸 确定的这两男子 已经安详地闭上了眼 确定是抱紧他 好倒大哭 姐姐 这一次 让我来保护你吧 为什么要牺牲自己的心 龙印救我 你真是个傻瓜 怎么会有你这么傻的龙 这一世 你亲近所有追逐月华 却想不到 破了龙印 几日之后 华炮男子沉声道 你真的要走吗 也是时候 回约见谷了 那里才是我的家 也含笑道 那一件 早已断了你所有的爱恨痴产 这一场大梦中行 你也该 归毁明星 只想默扰无声 这次没想到 我祖就会出手 真是功亏一贵 不过以摩尊之雄才 想必未来 一统天界还未可知 你听说 那日后 你失去意识以后 是小找出了贝斯皇 关在殿中的刘儿 便于震碎整个九华殿 最后 佛祖出面阻止了他 哦这段咱们都知道了 之前都说过了 无以不再痴迷报应 他又把刘儿交给了摩尊 我要带他一起回去 想必他也不希望我留在这里 不如就和我一起回月剑谷吧 你独自一人回到月剑谷 主妖就惊讶不已 振振兢兢 你呼啸不得 直接说自己是风铃啊 啊 狗尾巴花 你怎么变成这样了 和花精顿时游了过来 是啊 不过我还是我 你鸣鸣一笑 一结成缘 你在月圈谷中 给龙印背了一块碑 上书 王夫 龙印之墓 西 风凌厉 古中岁月轻庸 你就像 你就像 从来不曾离开过一样 依旧看着日出日落 花开花落 可是 午夜梦回之时 却时常看见一张 俊朗面容 风流一笑 三千千拳 你伸出手去碰 可是无论你如何努力 碰到的却都是一片虚空 梦醒时 留下的是一片冰冷内痕 梦回龙印 我们的结局都已经 都已经结束了 给大家收看我们的花鸟风月 这个游戏是这样的 每个结局都已经结束了 对 这是一款游戏 好 然后 感谢大家收看 喜欢的话 就点一下关注 接下来呢 过一段时间 我会发一首 这个花鸟风月的歌 是我自己作曲的一首 这个花鸟风月的同仁 然后唱的是 风铃和月华 其实我觉得 我觉得这两个都蛮感动的 我觉得月华的那个结局 和龙印的这个 这个坏结局 我觉得都很感人 龙印的坏结局 龙印坏结局是因为 龙印之后死了 我觉得 天哪 好难过 你喜欢吃消瓦啊 不知道为什么 最后总是觉得 印象最深刻的 就是白月华 自己放弃了所有 变成一只鸟 一直在陪着他们 但是咱们不知道 是一种特别 默默无闻的那种 那种感动 然后他就是 龙印 就是直接 直接自己 用自己的生命 来换咱们活下来 然后他就这样死了 我觉得这两个是 让我比较感动的 但是吃消感觉 不知道为什么 感觉吃消 没有什么 就印象不是很深刻的样子 但是每个人 有每个人的感受嘛 可能各有所爱嘛 反正我就比较 我就比较喜欢月华 或者龙印 我觉得都蛮喜欢的 好的 我们这期就到这里咯 我们下期再见啦 大家记得之后 支持一下我的那首歌啊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 反正过段时间 你们就会看到了 拜拜 我们下期见